张先生这辆宝马五系轿车 是在杭州运通祥宝宝马赛斯店买的 落地价42万多 这么多年打拼的钱全部在这边了 买了这么一台好一点的车 5月29号下午 张先生把车开回小区 第二天一大早 他就开着车出门 去朋友那里贴膜 一洗车然后就发现这个问题了 什么问题呢 就引擎盖上有三处 他们三十年说 就只打过来 没有抛过光 但是这三处也太明显了 有最大的一处手掌那么大 贴膜的那边都是几个要好的朋友 在那边看到这个情况顿时很尴尬 采访时下着雨 无论室内还是室外 打蜡的痕迹很难用肉眼看出来 倒是能看到几条浅浅的划痕 不过摄像机不容易拍出来 张先生拿出了照片 就在这个地方 这一圈 这一圈很明显的 跟这一圈颜色都有点色差了 然后这边这一张 这边这一圈 这边有个圆圈 就这里 就是洗完车的时候 可能刚好这个光线的原因 洗完车这边 这边很亮的 这边很淡的 然后过来一看 这个划痕很大的 看得很清楚 就包括我 你说那个打蜡的地方 区域在哪里 这块区域 然后差不多这块区域 跟这块区域吧 张先生的要求是换一辆车 萨斯电市场部 因为木经理回应 不符合三包法的换车条件 无法换车 我们做PTR检查的时候 对清面 一定是有过相对的处理的 包括撕膜 包括我们的内饰的这种 我们有作为保护的 都要给它撕掉 包括我们的这个检查 通过都要做的 对吧 你要说 说这个 先说我们没有明确告知它 或明确的东西 那我们要告知的项目 就是把检查项目 都要一一给它列举 一一去确认 并且它在车辆检查过程中 也看到我们做的东西 你明白我的意思 对吗 我的意思 整个车子上面 你们要抛光 抛光也好 打蜡也好 这个先抛开 这个不说 你说那边是只打了蜡 那为什么就单纯的 那三处地方打蜡了 其他地方没有 还有一个 刚才那个女的 那个经理也说了 她是承认打蜡的 是不是 那打蜡的时候 就应该看到 这个划痕在那边了 为什么不告知我们 这个我要去确认一下 确认一下 因为我看到的只有一处 因为我哥现在 也是第一次接触 木经理了解情况之后 这样回复 这个漆面如果说是 有划痕 或有脏点 或有别的东西 我们前期 在PTR检查的时候 我们都会做漆面的 一些清理的工作 但是如果说 二次去处理这个油漆 我们肯定不会做的 我们也会告知客户 但客户现在说 这个划痕她接受不了 或者说没有告知她 那我们也会 跟客户共通一下 张先生后来反馈 赛斯店在保养 维修 油漆等方面 做出补偿 她接受了 188黄剑记者报道